大家好,今天是12月14号,星期四,我们看一下今天热门美股的表现,感谢您为视频点赞,也欢迎您成为会员,为本频道赞助。 消费支出仍然坚挺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有着恐怖数据称号的零售销售额数据意外强劲,暗示11月份消费者支出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强劲势头,为美国圣诞假日购物季开了个好头,通胀显示出持续放缓的迹象,叠加消费支出持续强劲,美国经济软着陆预期持续升温。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,美国11月份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0.3%,强于10月份0.2%的降幅,远好于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的下降0.1%,该总额经季节性因素调整,但不考虑通货膨胀。 具体数据显示,不包括汽车在内的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0.2%,同样好于持平的经济学家预期数据。 剔除汽车和天然气项目后,零售销售额则环比增长0.6%,与去年同期相比,整体零售销售额增长4.1%,而总体CPI增长率为3.1%。 通胀率仍高于美联储2%的目标,但远低于2022年中期9%以上的40年来最高通胀水平。 由于在11月份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下跌,11月美国加油站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2.9%,加油站销售额过去12个月则下降了大约9.4%, 但是疲软的能源消费被酒吧和餐馆1.6%的零售销售额增长,体育用品,业余爱好,书籍和音乐商店1.3%的环比增长速度, 以及线上零售商1%的增长所彻底抵消。 所谓的对照组零售销售额则环比增长了0.4%,即不包括汽车经销商、建筑材料零售商、加油站、办公用品商店、流通房屋和烟草商店, 并且纳入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对照组零售销售额。 巴克莱经济学家说,现在预计美联储2024年将降息三次,每次降息25个基点。 在美联储12月13号的会议后,巴克莱经济学家调整了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测。 现在预计,明年将降息三次,每次25个基点,从6月份开始,每隔一次会议就会降息一次。 此前,该行预计美联储仅在2024年12月降息一次。 MJ和JM说,调整预测是基于意外疲软的PPI数据,及其对PCE通胀演变的影响, 以及鲍威尔对降息预期没有予以回击。 如果月度通胀数据继续弱于我们的预期,那么降息可能提前启动。 然而,我们预测的利润路径面临上行风险,因为近期金融环境放松可能促进经济增长, 并最终导致通胀下降停滞。 过去一个月,金融环境显著放松,可能破坏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目标, 而美联储在这一点上保持沉默令人意外。 台积电1.4纳米级制造技术的开发顺利进行 台积电在IEEE国际电子器件会议的未来逻辑小组上透露, 台积电1.4纳米级制造技术的开发正在顺利进行。 台积电还再次强调,使用其2纳米级制造工艺的量产有望在2025年实现。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表示, 鉴于高通胀与持续上升的成本等外在因素, 预期明年仍有不确定性, 但受惠于人工智能应用迅速发展, 相信明年将是充满机会的一年, 是半导体市场健康增长的一年。 英特尔为数据中心和个人电脑推出全新的AI芯片。 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周四推出了其最新的处理器, 该处理器针对数据中心和个人计算机上的人工智能应用进行了优化。 英特尔的新处理器将与AMD和英伟达的半导体产品竞争。 在纽约市举行的AI Everywhere的活动中, 英特尔高管公布了该公司用于数据中心的第五代英特尔制强处理器。 新的制强处理器在每个内核中都内置了AI加速功能。 英特尔还首次展示了英特尔高迪3AI加速器,将于明年如期推出。 这家科技巨头还推出了英特尔酷睿超速移动处理器, 这是其首款具有人工智能加速功能的PC芯片。 好,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。 纳指期货微跌0.16%。 那么在市场上行的过程中,市场应该偶尔会给一些回撤,对吧? 一直直勾勾的运动让人很担心,是吧? 特别说这是大盘,但是今天的空头的力度也不是很强。 因此我们应该假设这就是一个上涨的停顿,空头必须得强劲,是吧? 那么今天的K线呢,对于纳指期货来说是创了,再次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哈。 那么创历史新高之后,发现空头目前还未显现出强劲的力道。 好,维持一个整体目前多头大波段的一个走势。 多头也可以画一个更为陡峭一点的趋势线哈。 对吧,后续呢,可以帮忙界定一下是不是要给一个回撤, 还是继续再涨一波,稍微宽松一点。 当然了,下边这个更长的趋势线,这个会更有效哈。 好,嗯,好,这这这这没啥可说哈。 我们看一下今天上涨的罗素,今天罗素再次延续了大涨哈。 那么昨天是个大涨,今天直接就捅上去了。 你看,数字标在了今天的K线上方,把这个阻力区有捅上去的情况。 那么这样的话,接下来的交易日呢,将观察一下空头回落的一个力度。 如果仍旧较落是一个窄幅横盘的话, 那么我们将预期将继续走出一波多头波段。 对吧? 好,这是强劲的小盘谷。 那我们意味着什么呢? 这样的一个走势。 意味着我们很多啊,挖掘的空间呢,都在正在这个实现过程中,是吧? 你看这个罗素对他们来说是大盘,都已经长了一大截了哈。 那么其他的图,特别是领长的那些图,早就拉起来了,是吧? 因为还有妹长的嘛。 好,这就是小盘谷。 我们看一下道指。 道指今天也是延续了多头的走势。 尽管涨幅不大,但仍旧是阳线,多头也可以继续画一些陡峭的趋势线。 太过陡峭哈,不给回撤。 这就是一波上涨大高潮。 什么时候见顶啊,需要强劲的反向信号啊,到时候可以减持。 标普呢,今天啊,受到道指和纳指的一个向下影响呢,啊,今天仅是微涨了16%哈,可见小盘谷的市值还是相对较小。 那对他来说,他也是在左侧立舍高点附近的一个简单的停顿,看看明天能不能把这个高点给凸上去哈。 因为啊,纳指已经尝试涂上去了,而标普呢,还得在低点下方一点点,对吧,马上就涂上去了。 今天没有空头的强劲力道,因此我们应该假设,他有可能在明天往上涂一涂,试一试,对吧。 好,那么美股整体看起来,多头的波段仍旧非常的强势,空头呢,也仅仅是一个小,对前期高点的一个测试那种小波动啊。 那么空头会不会给大波动呢,需要进一步等待强劲的K线才能知道哈,才能知道。 我们看一下VIX,VIX整体还维持在相对低的一个位置,两名市场并未恐慌,也就是说,美股大盘继续上行的概率会略高。 对吧,他一点都不恐慌,没人抛盘,对吧,没人使劲抛,那就好。 好,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美元指数啊,继续贬值,降低到101啊,美元贬值也是好事啊,美元过度升值呢,也是好事啊。 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好事啊,没办法,没办法说。 各有,就是说,升值的时候,美元回流是吧,好事,股市涨一大波,贬值的时候,业绩,公司的业绩变好,特别是跨国企业。 然后啊,这估值偏低,对吧,因为你盈利性变好了,你市值不涨的话,估值就偏低。 然后啊,这个成长型或者是价值型的这个业绩,或者这个这个这个股票又得涨啊,所以就是这样。 我们看一下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啊,今天延续了下跌哈,收益率下跌表明当前美债正在持续的反弹。 对吧,但持有美债的这个性价比就不像啊,去持有股票了哈。 好,这篇文章呢,也是在前两天的一些新闻中读到的。 好,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。 高途这个图呢,他这个图昨天就开始涨哈,但这个图我们第一波在这哈,第二波是一个长期的洗盘。 那么第三波呢,有可能要去把这圈盒补一下啊,到时候感兴趣可以少量建仓,对吧,少量建仓。 因为啊,这是一个回撤,他突破上去了,在昨天突破回踩了一下。 今天是一个确认指低是吧,应该做多。 其实啊,大家如果看这频道看时间长啊,很多图都是在对第二浪指低,然后都应该去抄底哈,就不用提醒他们就。 只不过这个图呢,映入到我们的眼帘来。 啊,那么这个图呢,一旦摆脱,它也是一个头肩底,头肩,左肩,右肩,飞起来。 它的一个理想的价位呢,缺会这儿肯定是有一点视觉效应。 那么更高的位置,我们一般都是放到,放这儿啊,或者是要偏低一点这儿,三十一代。 当然啊,现在进场啊,第一目标位翻一翻,一百,百分之一百,到这儿百分之五百。 那更高呢,那就更多了。 好吧,我觉得走到中间这位置,概率还是有的,对吧,准备的拉升回落,拉升是吧,然后再洗个盘,再拉升。 挖掘五倍的空间,也可以不要做啊,不熟的图。 网友问,太阳能的怎么看呢? 我们看一下CPS,这个充电桩和这个太阳能领域哈。 CHPT这个,我们今天盘前特别画了一个趋势线哈,你做的话,先预期一个反弹。 但是我实在是不喜欢这个图了。 好,RUN呢,太阳能呢? 太阳能之前做过一个波段交易啊,那么后续又下来了,这图其实更适合是做一些反弹波段哈。 看这一浪能不能凸上去吧? 那么凸上去的话,也可以去等待一个二浪直跌再去做。 行吧,现在不好说啊,等一个二浪会落。 对吧,如果你已经进场的话,止损一定要沿着这根输入线去画好。 这样的话,看二浪给出一个潜在的头肩底也行。 看能不能走一步。 好,关注一下,也可以。 好,我们看一下RAVEN。 RAVEN这个图也应该做多。 刚才高图这个图跟这个挺像哈,我们之前在这说应该抄底做多哈。 大家看,我们已经把利润空间都给画好了。 第一波,第二波,啊,叫第一浪,第二浪,第三浪上去了,是吧? 这已经大浪下去了,确认右侧啊,应该胜率会更高。 对吧,然后啊,这儿洗个盘,再大五浪上去,是吧? 好,一波一波的做。 今天也是一个突破浪啊,但实际上在这儿就应该做。 嗯,抄底,抄底股,我们看一下AI这个股,抄底股吗?抄,今天又恢复到多头了哈。 我们说空头必须得强劲,连续的强劲,还得砸破去之前,没有砸破吧。 这样的话,抄底做多吧。 啊,先去挖掘这一浪哈。 那么一旦凸上去,也将飞起来啊,飞到更高的位置。 飞得更高嘛。 嗯,不要说美股没有机会哈。 这一个多月以来,又是新的一波机会。 啊,今年以来,我们是科技股一波机会,部分小盘股一两一到两波机会。 现在又是新的一波抄底机会。 这一波在这一个月里,已经有很多图走的一大波。 像这个图正在叙事整理中啊,然后要走起来。 对吧,其实总是有机会啊,要坚持看,看我的节目。 我们看一下open,今天又大涨是吧。 哎,他和我们的标普,就是很多图都类似哈,就是到了前期高点附近要洗盘。 我们感受到空头的力度吧,没有。 因为今天是收涨,今天收涨10.95%,跳上去了,然后啊,有些回落。 看明天再次反攻,也就是多头再次上攻的一个情况。 再说啊,这位置我们,我第一感觉是应该上去是吧。 拖上去,而不是到这就中止了。 展幅横盘一下,拖上去,或者直接拖上去,展幅横盘一下也行。 目标位在500%的位置呢,啊,这个图。 好,我们看一下半导体行业。 我们说直勾勾的上涨,今天又是大阳线啊,8%,对吧。 猜顶了,不猜顶啊,继续往上涨。 长起来,嗯,非常的漂亮,这图。 比如说没机会呀,怎么没机会,都是机会,你看,U,U,多么,啊,优雅的,这个U起来了,是吧,U,啊,威起来了,是吧。 我们啊,在这几天,在这几天都说做多,做多,做多,现在也是做多,也不算是太高的位置。 是因为我们,我们的目标在更,更高的位置嘛,对不对? 甚至更高的位置啊,现在30多,最高210呢。 但是一波,一波一波的做啊,所谓一波一波做,就是有时候有回撤,就应该处理掉。 我们看一下百思买。 我们把这图删一删啊,这消费股做多呀,这是消费股吧,不知道什么股啊,因为没怎么观察。 网友之前问过这个图,不断交易就更合适,现在也是一样,对吧? 你看,第二来,落,落不下去,这是个A,B,C起牌啊,第一大浪,二浪,三浪,飞起来。 好。 网友问,Sophie,Sophie,我们说做多呀,怎么的? 不是做多吗?做呀,今天不是又涨了吗? 只要涨都做多,只要突破回踩指跌就做多嘛,不搞,他还得飞起来呢,是吧? 飞到这儿,有人怕追高啊,怕也得做呀,是吧? 我们说不踩顶,只要不是顶都可以做,对吧? 是顶吗?不是顶。 我们看一下美国银行,美国银行这个图,我们近两周啊,关注了他这第一浪的突破的情况。 那么这样的话,他要摸到35一带哈,那么后续我们要观察回落的一个情况就可以了,对吧? 回落再直接就可以做,那么现在只能少量布局,以防回落是吧? 好,这是做多呀,没什么其他的声音啊。 网友问UPSD,你坚持来看呢,这不也是做多吗? 今天是收涨5.9%啊,跳上去了,对吧? 上涨,也要允许他回落,空头强吗?不强啊,这首先是收涨,其次这个,也不是强势空头可以写,你看这是强势阴线是吧?空头可以写,现在这不强,空头不强,空头不强,选一个方向,选哪个方向? 选上涨,两个方向,只要一方不强就选另一方。 不猜顶,一定要把猜顶的意识给抛掉,到顶的时候,我自然会再次提醒的,他没到那儿呢,你老让我提醒,对吧? 你脑子里老是提醒,有的人脑子里天天提醒,那是顶,那是顶,那是顶,可惜,我这节目没让你猜呀,他也不是顶啊,过去这一个多月,他是一个大涨,大涨啊,他也不是顶的。 你就干脆就不要想着,这是不是顶这问题了,他不是,是顶的话,我自然会提醒该卖了,是吧? 你坚持来看就行了,你就省了这事了,我们看下未来汽车,做多呀,我们今天盘前,昨天盘后啊,提醒了一下,七块钱一带,或者六块九,作为止损,做多呀。 虽然说他没有像其他股那么强,但是,这样的位置,这样的止损空间,你说你做啥? 对吧?你不用管他叫什么名,有的是,刚刚那些叫美国的名也没用,叫什么名都行,只要架构给出来,是吧? 做多,也可以不做哈,这个,算了,不想多说啊,TDOC,TDOC有突破的情况啊,那么这一浪可能要上去啊,后续呢,要关注注底的情况,我们应该画一个前代的底部架构哈,对吧? 看下能不能秃,如果说后续带涨呢,做多啊,如果这里再是强势阳线,应该做多哈,或者少量布局,止损放在附近,但这图呢,还不牢靠哈,还需要更多的阳线拉上去,也就是形成真正的一个底部,头肩底是吧,V上去,看能不能V哈,接下来一两根黑线。 我们看一下少坡,啊,涨了吗?那你说怎么办? 俩的做多,啥的做多呀,是吧? 做不做?肯定得做。 好,我们看一下特色,做,做啥呀?做多,是吧? 看涨,今天又涨起来了哈,我们今天盘前提醒了那些卖掉的,减持过的人,要买回来,我没让你彻底卖呢,是吧? 我提醒的及时吧? 哦,今天是什么情况? 做多呀,看涨的情况啊,我们说对龙头股,你不要极为微观,好吧? 你看刚才那些小盘股,什么情况? 做多,是吧? 龙头股,你能,能卖吗? 你只能少量减值,看齿不妙的时候,但是一旦涨起来,恢复,是吧?做多。 那就是不要怕你以往的决策,你要重新清理思路,呃,这个,这个重新恢复,做多,就行了嘛,你不要看这好像百分之四错过了,后续无限的空间呢,你怕那怕啥呀,对吧? 交易不是说让你完整的抓完了所有的波段,你就算抄底这个,它有很多回撤呢呀,是吧? 你看在这抄底这么多回撤,那相当于就是只涨了这么一截,是吧? 回撤还还很心累啊,所以没有人把所有的空间都抓得短,极为高手他也不会那样的,他也不敢随便抄底,他抄底也是抄半山腰上,有时候,所以没有人把所有利润都拿到,你不要认为抓到所有利润才是高手,那当然是神,是吧? 那你大部分人不是神,等我们就抓一截就可以了 你信仰常识的人,他也没什么利润,他在那儿回撤呀,对吧? 好,其他图,呃,今天龙头,呃,英特尔,我们看一下,英特尔做多呀 英特尔就是不是他喜欢,但是也应该是做多的图,是吧? 它是半导体领域嘛,呃,其他的图,我们今天部分龙头股给了回撤哈,我们看一下,呃,我们看一下科技股的回撤的股,其实,看大家,呃,这回撤也都不是太大哈,都是1%以内啊,我们看一下英伟达,啊,英伟达今天这K线啥意思呀? 又回踩了这个小平台,是吧?然后弹起来了,做什么呀? 大家选一个字,多还是空,自己选哈,我不说了这个,答案留在你心中 那么其他的龙头股,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答案留在你心中,做啥,你自己选 如果对押来怎么办,我们到142一带做一个检仓啊 整体上我觉得龙头股还可以吧 我们刚才看那个纳指也是,它是一个简单的运动啊 洗盘也可以接受,对吧 允许市场洗盘啊,不要极度悲观 好,我们先这样哈,我们明天盘前继续分析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,再见